而另外中国现在对台湾的统战手法也日新月异 最近还刻意的培养台湾籍的网红 以及前往中国的年轻人来成为对台的样板人物 而还在日前的海峡青年发展论坛上公开发言 企图要吸引更多的台湾人前往中国 官安局长陈明通就说 的确是有相关的现象也都有掌握 而立委也呼吁应该要尽速的修法因应 大方在微博秀出以前公民党主席洪秀柱 在中国活动的影片 曾在抖音高喊此声不悔入华夏 而在中国爆红的网红台湾表妹 日前参加同战一位十足的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受访时之说自己的影片非常有影响力 我的视频宣传出去之后 有影响到非常非常多的台湾青年 就是吸手共冲美好生活 真的各位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让两岸不见走向和平 希望青年人更多能来大陆发展 在YouTube有四十多万订阅数的网红 韩国人也上传参加青年论坛的心得 不断宣扬对岸的好 中国今年同在手段日新月异 刻意培养台湾籍网红 还有对台样板人物进行宣传 在两岸青年论坛中 把特别成功的样板 例如网红台湾表妹 演员任思琪 以及副中国创业的台湾人 请到台上演讲 想让更多的台湾人有样学样 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提醒陆委会 包括NCC文化部 我们都提醒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2022选举要到了 他们可能会比照在2018年的内容农场 去做这些相关的影响选举的动作 立委都相当担心 而不只利用网红企图影响台湾人 中国当红的社交软体抖音 以及中国版IG小红书 因为将生活资讯分门别类 配合大量的图文以及短影片 功能犹如台湾的PTT加上IG 成功吸引不少台湾的年轻人使用 但谈到政治内容 却常用丑化台湾美化中国之嫌 NCC我们对网络部分 只要是那些基础层的部分 那些国外议题的话 我们这个就有关相关机关去处 面对中国无孔不入的统战 NCC政战研拟数位通讯传播服务法反制 陆委会也说 以前同教育部加强学生 对中国APP的试读课程 针对与中国合作的网红 也会查清楚是否涉及违反 两岸条例第32条 未经核定与中方党政军机关合作 未来还会考虑修订反射痛法 来强化盈应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 最近大家讨论的还有红色渗透 就国安局传明通 就今天到立院备询坦言 国安局确实是有掌握到 中共的培训 台湾网红对台统战 最广泛的呢 就是透过中国的社交APP 小红书还有抖音 来影响台湾青少年认知 入委会已经研绎因应 以及反制作为了 打开抖音APP 自称台南人的女网红 大谈自己可能遭处击 更是说到 户籍唯一的目的是为探亲 而且愿望是祖国统一 这样的促统言论 不只出现在抖音 小红书也成为 网红渗透通战资讯的一环 中国朱乌克兰使馆 发布的通知 他说分批包机 接反中国公民 他都包含台胞镇 二五战争网路流传 自称台湾小伙 宣传自己在乌克兰大战 中国撤侨被广泛散播 短短24小时内 国安单位迅速起底 都死了 陈明通立员备巡 再以此为例 根本在深圳 而且是对岸培养的网红 操作的认知作战 不红的网红 适当由政府来认证他 甚至公布他 一个政治性的合作 这不是法首禁止的 当然就 就有相关前的单位 可以去举办去处理 国安局长陈明通证实 中共借由台湾网红 散播不实资讯 国安单位确实有掌握 民进党立委要求会证 公布网红资讯 避免民众混淆 更多的台湾青年 真的到祖国这边 来走一走看一看 近期前国民党主席 洪秀柱也率领台湾青年 包含台湾表妹李乔星 YouTuber 韩国人 等多名台湾网红 到中国参加两岸青年论坛 面对中共以台湾网红 作为统战样板 宣传手法陆委会研议 若有政治性的内容合作 恐违反两岸条例 而因为言论自由 将以修正强化 反胜透法为目标 中共本来就会经过软的 硬的 这个长久以来都是一样 其实是要对自己的 民主制度是要有信心 不止网红促统发言 备受关注 抖音小红书 还可能隐藏自然风险 政府也将加强宣导 提高台湾学生 对网路内容紧着 三连新闻李正道 卫文轩 SG小组 台北报道